赵丽娟对三农张卫健这个角色哭了 王一波在线蓝旺级的民族风采 赵丽颖致敬三农人物张桂梅 裤子差评 或年度最佳女主角 赵丽颖近来可以说是动作频频 虽然许多活动还没有正式官宣 但都已经拍到了路透 大家都耐心等着看就好了 尤其是北京台的春晚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的 毕竟是代言人 建议多来几个节目让大家看个过瘾 今天赵丽颖又官宣了一个活动 就是2022年度三农人物荣誉盛典 这个节目是1月15号晚上7点正式播出 有节目单显示赵丽颖 是要朗诵一首诗感恩有你 像这种节目都是提前录制的 目前已经放出了银宝的相关照片 盛典上他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衬衫 和一条黑色的喇叭裤 好像很少看到赵丽颖的这种装扮 他气场挺足的 不过这个裤子真的差评 虽然显高但看上去又皱又肥 感觉随便穿条黑裤子都更好看 在中国三农最新发布的照片中 写到赵丽颖看完张贵梅的相关对话后 潸然泪下读诗的时候都是哽咽不已 看得出来是狠狠的共情了 而张贵梅校长也真的值得尊敬 她圆了多少贫困生的大学梦 特别无私奉献的一个人 再说赵丽颖今年播的剧都是口碑极好收视极高的 其中风吹半下又获得了影视榜2022年度总评榜的最佳女主角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了 真的是越努力越幸运 她这收视实际也已经妥妥的把其他同期花甩在身后了 别说她选剧本的眼光真的挺好的 话说最近看见银宝穿红色裙子的造型有点多呀 且美身都还是不相同的 宣传北京卫视春晚视频中的那身也特别好看 手上还拿了一只可爱的小兔子 银宝的画工也相当不错的 小兔子画得非常像 她的剧也播得快 是别家粉丝都羡慕的程度 目前带播剧就只有古装剧与凤行了 不过这个才刚杀青不久 想来做后期什么的也没这么快 不过也不急着播 毕竟存货就只有这一部了 老模的赶快进组才行了 接下来坐等银宝的各种节目播出 王一博加盟河南春晚 一席黑纱亮相 国风造型重现蓝忘机 这些年河南卫视春晚 实现了文化出圈 让大家一饱眼福的同时 还深受文化的洗礼 增强了大家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力 作为河南人的UNIQ王一博 从爆火后 在主流文化的推广上 一直起了不少引领力 更是把自己的流量跟热度都奉献了出来 这次已经不是王一博第一次加盟河南卫视春晚了 去年作为助力官 为河南卫视春晚做了一波宣传 当时就有不少人喊话王一博 希望他能够参与其中 毕竟王一博跳舞是专长 也很适合河南的这种文化氛围 当时王一博因为拍摄《长空之王》 进组特训的原因 没能有个不错的舞台表演 这次终于成真了 看到王一博亲自发文官宣加盟河南春晚 并且放出了自己节目的照片 一席黑纱造型 国风打扮饭 再加上之前的路透照 还有网上发出来的节目单 王一博带来了舞蹈双声 并且是第十个节目 看到这个 我们大胆猜测一下 王一博这次应该是跳古典舞了吧 国风打扮 是很符合古典舞的造型 让人看后 梦回蓝望鸡的样子 王一博真的给人无限的想象力 曾经在这旧世界舞中 我们以为他是一个跳old school的纯街舞犯的舞者 钟爱hiphop 没想到这次跨舞种 跳起来了现代舞 甚至美帝仙气飘飘 多少人都沉浸在王一博跨年的这段现代舞中的时候 这次人家又跳起了古典舞 着实有点期待了 就想问一下王一博 你到底有多少惊喜给我们 还有什么舞蹈你不会的 我们也需要太意外 王一博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舞者 他在节目中透露 想尝试现代舞 感觉特别具有艺术性 说完后 就在自己的新歌像阳光那样中 带来了这段现代舞 同样的 这次加盟河南卫视春晚后 都知道河南主打文化为主题的节目 王一博跳古典舞 跳的是双声 采用的也是两个舞台设计 一个是录播 一个是王一博现场跳舞 形成了双声的视觉效果 听闻当场表演完后 不少人都赞叹不止 感叹王一博跳舞的舞台魅力 再加上场景的配合 画面感应该特别的唯美 总之我们可以期待了 王一博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这些年代给我们的就是新鲜感 总会用自己的方式 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新的一年 相信这将是属于演员 王一博的一年 多部作品都会跟我们见面 春节档的无名 五一假期的长空之王 还有差不多暑期档的热烈 你说这一年 会不会相当的精彩 无疑这将是王一博迈入电影圈 打开电影市场非常重要的一年 相信他的表现会让我们刮目相看的 最后呢 我们还是先享受一下 王一博带来的精彩节目吧 湖南卫视小年夜 河南卫视春晚 还有大年初一看无名 冲呀 想想都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